这对黑白配在小树林里不干正事 学别人玩起了左轮手枪 只见黑哥握住女友的手 女友刚学会打枪 眼神就变得耐人寻味 露出蒙娜丽莎的微笑 这还用说 你就是评论区最亮的仔 要是再点个赞就好了 黑哥这边刚夸完 下一秒 女友就拿枪对准了他 黑哥瞬间就懵了 要要切课闹 煎冰果子来一套 没想到女友却让他跪下 开什么国际玩笑 你说跪就跪 我不要面子的吗 接着双手举过头顶 坑斥一下跪在地上 女友又让他闭上眼睛 这是要做什么好事吗 黑哥听话地闭上眼睛 还顺带湿润了嘴唇 黑哥美美地数着数 只见女友走过来 凑到他的耳边说 当他一回头 原来是恶作剧 黑哥赶紧追了上去 就这样 俩人在小树林你追我赶 嬉闹声响彻了整片树林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死亡已经悄然来临 女友见状加快了脚步 没一会就把黑哥甩在身后 跑得大汗淋漓的他 见到眼前清澈迷人的湖水 想都没想 就要进湖里凉快凉快 这条女孩脱下衣服 一头扎进了湖水里 一个人在里面耍了好长时间 他时不时回头看向岸边 可依旧不见黑哥的踪影 就在这时 湖边出现了一个陌生男人 正不怀好意地看着他 女孩对他的出现感到意外 但也只能强装淡定 这时男人又主动问道 小美女 怎么一个人游泳呀 女孩一听这挑逗的语气 都懒得搭理他 只想赶紧游开他的视线 结果男人一直死缠烂打 女孩游到哪里 他就跟到哪里 男人再次展开话题 路边停着的车是你的吗 女孩听了内心慌的一批 因为就在昨天 他和女友大吵一架后 转身跑去找黑哥散心 两人相约来趟公路旅行 在一栋别墅旁偷了辆车 杏刀采烈地踏上了旅途 伴随着嘈杂的音乐 和呼啸而过的冷风 两人度过了激情的一夜 等他一觉醒来 发现车子停在了荒山野里 而黑哥却不知所踪 一转头才发现他在方便 但此时两人已经迷了路 他只好在车里翻找 看看有没有地图 结果一打开储物箱 竟然有把左轮手枪 这比地图好玩多了 没想到就是这一玩 就给自己招来了火 此时的湖水越来越冷 可男人一直没打算走 于是他只好问男人 见男人还在极限拉扯 女孩知道问错人了 他还调侃女孩说道 这里就我们两个人 你男友会因为我看你吃醋吗 女孩一听 瞬间感觉到了不对劲 女孩独自来到湖里游泳 结果被一个猥琐男盯上 她的内心非常忐忑不安 很想离开 但男人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 还关切地问道 女孩不知如何是好 自己的衣服还在男人身后 她只能克制住紧张的情绪 继继续和眼前的男人周旋 这时男人又开始吓唬他 说这个湖每年都会淹死人 说着他就往对岸游去 谁能拒绝这样的赞美呢 所以女孩又游了回来 这时男人又动了歪心思 想让女孩上岸 我信你的大头鬼裂 眼看女孩不听话 男人威胁道 女孩彻底怒了 可男人一听更兴奋了 这让女孩顿时慌了神 他疯狂大叫黑哥的名字 然而在这片寂静的树林 他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只好赶紧朝湖对岸游去 可游了没多久 当他再一回头 我的个乖乖 男人竟然不见了 他趁此机会快速上岸 穿上了自己的衣服 却发现手枪不见了 可现在管不了这么多 他一路喊着黑哥 朝着车子的方向跑去 幸好车子还在 他赶紧启动汽车 准备离开这个诡异的地方 就在这时 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竟然是黑哥打来的电话 可还没等他接通 我的天哪 一只手就从背后伸了过来 这部十分钟的悬疑短片 虽然用的是开放式结局 但每一处都让人细思极恐 他们在别墅旁偷的车 会不会就是男人的 黑哥真的被人杀了 还是为了报复女孩 故意找人来吓唬他 结尾的那只手到底是谁的 你可以猜猜看 评论区告诉我 Inspector 者 打开 门 干漏 可以说 没有 leuke 二 你看 筑